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這堂課呢要跟各位講一下DICE 那關於DICE就骰子呢 我已經把講義大概鋪上去了 那想讓各位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是用動畫原理製造骰子的 遊戲 那在這裡面呢我們就用到了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 我們有用到了 嗯 我們有用到了這個 就怕你們看的不清楚這裡 Picture有幾個圖樣 這幾個圖樣 必須要有的也就是在我的這裡面呢 這裡面就這幾個圖樣 有這幾個圖樣 123456這幾個圖樣這就是骰子 那我們用動畫的原理啊就交叉變化 等一下各位同學就可以感覺到 那我們先做一些實驗 首先這個畫面你們必須要做出來 第一個 當然這個是我已經有完成的一個 一個畫面 那我們當然是在Screen裡面我有這麼多的物件 第一個 按鈕 3 我一開始有按鈕1 啟動按鈕2 停止 當然你這個都是用在水平配置嘛 然後按鈕1按鈕2 我們都有設我有設定它的字體 我有設定它的高度 比率 還有這個 寬度的比例 就一半一半 然後這個重新歸零 它是畫在 它的寬度我就是用填滿 其實你們只要把畫面設計好 因為在App裡面呢 手機的App 畫面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你不能只是有功能而已 然後這裡呢我就放了圖像1 跟圖像2 圖像1跟圖像2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我們 我們的App Inventor 裡面 就是這個圖像 我們就拉進來就兩個圖像 那兩個圖像我一開始呢 這個圖像1就給它 一點 就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上傳了 這個 這六個 六個骰子的圖片 這是骰子的圖片 這六個 Picture PIC 123456 這總共六點的 圖片我都已經上傳上來 然後上傳上來以後 我一開始呢這個圖像1 我就用1點 然後這個圖像2我用6點 我這裡用6點 啊 所以1點跟6點啊你們可以 了解就好了 然後接著呢 我們再看 這個 這個 這個骰子數這是一個Label 一個標籤 然後骰子數裡面我就有兩個 標籤1叫點數 標籤2也是點數 這是兩個 當你按啟動的時候 這兩個骰子在跑動的時候 這兩個最後會出現它的 它的點數出來 那目前執行的次數裡面就在這裡 這裡就是執行的次數 好你按了一次就執行一次 按了兩個 這一個統計 統計最後是在這裡 標籤是做統計用的 這裡有寫一個統計 好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程式 我們程式其實我都寫好了 我只是還沒放進去 那首先呢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 你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地方 這裡就有初始化 然後 設置全域 這裡 這一塊 這初始化 然後設計全域變數 Count Random 1 2 還有Output Point 那這做什麼用呢 第一個初始化計時器 一開始起 是假的 假就是說它不會動 我們這裡有一個假 計時器在這裡 我們要啟動為真的時候才會 這裡真的時候才會有用 然後Count是執行幾次 Random 1是 Size 1到6 第一個Size 這是第二個Size 1到6 它都是1到6而已 Output 是最後的結果 最後結果要出現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剛才有一個 我這先拿掉 在這個地方 最後的結果出現在Summary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總計 然後 還有一個 Point Point就是點數 骰子的點數 Point1 這個字代表1 就是第一點 2 第2點 3 第3點 4 就是 Point4 Point5 Point6 Point1 就是1的時候 是出現了幾次 你每一次都把它加1 如果出現2點 就Point2 這裡就是2 就要加1 所以這個是一開始起始值設定 然後接著我們來試幾個字 接著我們來試一下 首先呢 我們這個Google 當你按下啟動1的時候 就是按下這個啟動的時候你要做什麼動作呢 就在這個地方 你要把這個 放進去 這是啟動 我們要講啟動之前我來 暫停一下一個段落 這是 首先我就把這個Count 設定為 加1 當你按下去啟動的時候 你這按下去是不是要變成第1次了 第1次的時候我們就加1 然後計時器要On 那計時器就讓它增 那計時針的話就會 這裡是針的話它就開始動了 動了怎麼動呢 首先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把Output Output就是說 我們設定為空白 就這個地方 設定為空白 然後 一個一個來 然後我們在 乱數1 乱數有兩個 就是骰子嘛 1到6 我們第一個骰子 產生的變數是 亂數是1到6之間 那我們就要配合它的圖片 就這裡 那這個是什麼 就讓我們 圖片 圖像1 圖像1是哪裡 就是這個圖像 目前放的是第一個骰子的 骰子的 Picture1 PNG 圖片 第一個 那這是第二個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我們先放一個就可以了 放這一個 那你會發覺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下來執行一下 執行 目前來講只是一個骰子在動而已 那你要怎麼弄呢 我就把 我的月神叫出來啊 那這個地方 它是 RH X CDE R H X CDE 那我就Connection 把Connect 它就開始在跑了啊 那因為我現在呢 只是連接 一個 一個 一個骰子而已 我們看一下 啟動 只有這個誰在動而已 其他的都還沒有統計 我們連停止的功能都沒有 停 啟動 停止 停止的功能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假如我要停止 其實就很簡單 我就保著計時器 當我按按鈕2的時候 那只要變成什麼 假就好 因為這裡地方設有一針嘛 所以你把它抓出來 現在這個時候就有功能了 停了 啟動 停了 啊 那當然我們現在這下面是都沒有動的 啊 都沒有動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做其他的功能 我們現在再來看 那如果讓兩個骰子都動呢 那就是第二個骰子的變數囉 啊 這是第二個骰子的變數 也一樣啊 圖片要讓它動啊 啊 就是第一個骰子的變數 就Rain.1 Rain.2 啊 然後 我們要把 Rain.2的圖像 的圖片 啊 就Rain.2的 就是圖像2的圖片要合併 PIC 因為它本來就是PIC開頭的嘛 你看所有的骰子 所有的檔案是不是都PIC開頭 然後底線 PIC123456 啊 那後面當然都是PNG嘛 啊 都是PNG嘛 所以 你的PIC 底線 然後看你骰子是1號2號3號4號5號 如果這裡是5 乱數產生5 你這時候就出現5號的圖片 啊 PIC底線5 PNG 那是哪一個 那就是 這個 啊 PIC底線5 啊 那一樣 骰子2的時候就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你發覺 這條你只要動 它兩個都會動 啊 然後就停止了 啊 那再來 停止我們有功能了 可是停止下來呢 啊 我們再來按一下好了 嗯 這個就是停止這個 目前停止呢 只是一個 把計值去變假而已 可是呢 我們還有很多功能呢 什麼功能 例如下面這裡 骰子這兩點是不是要出來 目前3跟5 這裡要出現3跟5啊 執行了幾次啊 Summary 我們剛才出現的那些點數都要出來啊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看了 第一個 Global Point 我們現在的骰子呢 是 在哪裡呢 骰子 的圖片 已經出現了 點數是Global 1 跟Global 2 啊 那Global 1跟Global 2呢 是要放在 放在哪一個 放在 這裡點數 這個是多少 標籤1的點數跟標籤2的點數 我們來看一下 標籤1點數 標籤2點數在這裡 啊 所以 你如果把這兩個拿過來 等於是我們現在計時器雖然停止了 可是你 停止之前你要把這個點數弄出來 好 所以你現在再看一次 這次又不一樣 啟動 停止 是不是2跟1 出來了 啟動 停止 是不是3跟4 這3跟4 這兩個點數就出來了 那為什麼這兩個點數 因為 標籤1 的點數 就是Global 就是 亂數1 RND RND就亂數 RND是1 RND2 亂數2 這個都是我一開始設定的 在這裡 亂數1跟2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看 我接著呢 在這個地方 點數出來了 還有執行幾次也要出來 就最後這裡執行幾次 我們剛執行的不少次了 也要讓它出來 這執行幾次在哪裡呢 是在 我們看一下 執行幾次 這個次數是這個 就標籤6執行次數 我們來看一下 標籤6執行次數 我把它拉出來 就 我本來都放在後面 現在把它先拿出來 那這時候你再來看 啟動 7次 為什麼7次呢 因為剛才我們到現在就已經執行好幾次了 我一直試給各位 他雖然 他都在累計 只是 他沒有 因為我們程式沒有叫他出現出來 所以加了這個 這個標籤6執行次數以後 他就出來了 標籤6就有東西了 就有東西 這個標籤6 就有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的count 那count每次都會加1 一直加 那為什麼count加1呢 因為我們這裡一開始啟動 是不是count就加1了 那count就是次數 加1了 接著比較複雜一點就是 我們接下來要出現 所有的summary 你出現 例如 點數1 幾次 點數2 幾次 像這一次點數6跟點數3 他都要各加上去 一開始點數1到點數6都是0 好 都是0 我們可以試試看就知道了 我現在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重新歸零 等一下 然後過來這裡就做點數1 這個呢 就是說 我們把清單point point就是一開始設定這裡 那point123456分別代表骰子的1點 2點3點4點5點6點 的 次數 那都是0 一開始還沒出現 point1 0嗎 0次 point2 0次 point6 也是0次 可是呢 當你 已經有 變數 乱數1例如出現3點 乱數2出現6點 那這時候 3點跟6點 都要各加1 假如 乱數1這裡出現3點 那你來看 他就要這樣下 就是說 gobus point 這個就是 我們的清單 然後 乱數1 是3 假如這裡出現3點 那這裡就3 所以 point3 一開始是0嘛 所以我們就把 point3 point 3 這是point嘛 這是清單嘛 這個是 亂數1嘛 所以 就跟這個一樣 point3就是 第三點的 次數 那目前都是0 第三點就 point3加1 把它放到point3來 意思就是point3 加1 把它放到point3 那point3一開始是0次啊 那加1是不是變一次 那point3是不是就變成一次了 那下一次如果3點又出現 point3 又等於point3 是1嘛 一次了 再加一次 那是不是變兩次 那下一次如果出現3點的時候 point3 是兩次了 加1就變成3次 啊 這個就是3次了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一直加起來 啊 一直加起來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就知道 我們最後的結果呢 是要出現在 總計這個地方 當然我現在只做一個而已 我們來看看 當你啟動 這時候你停止 這裡會出來 可是呢 還沒出來 我們做一半 啊所以 一樣的道理 我先這個先拿到這裡來 還沒有 這放到最後 一樣道理呢 我就把 第二個point 第二個亂數 point2 假如2至6點 假如 剛才 亂數1是3點 亂數2是6點 那這裡 point6 等於point6加1 所以每次都把它加1 然後呢 我們的出去 我們要 因為每一次停止 我們就要把 globaloutput 就是結果 就我們先清零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把 每一次 每一次換為1到6 我們針對point 這1到6 這是一個回圈 一開始是1 數字 數字是1 然後過來就變了 每次加1就變了2 變了3 變了4 變成5 變成6 這是一個回圈 數字就是 1到6 然後呢 我們就來 來看output 空白嘛 然後取數字 一開始是1嘛 第一次指定就1嘛 1點 然後就取 point1 這也是1嘛 因為數字是1到6 所以 1點 point1 1 等於是1點 他出現 point 出現point1的次數 就幾次 2的時候就 2點 出現point2 就是次數 是幾次 然後3 3的時候就 3點 就是 3點 然後再point3 point3就代表 剛剛我們加過了嘛 就是這裡加過了嘛 看幾次就幾次 所以我們再弄上這個 再把 再把 output的結果 不是這裡 output 最後的output的結果 就放在 總計這文字裡面 就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你再來看 你在啟動 在停止 他就出來了 出生 1點 0次 2點 2次 5點 一次 我們重新歸零一下 這裡還沒做 所以現在還沒不准 已經10次了 因為我們加現在才加而已 所以 現在看起來亂亂 等下重新置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神醫師 每一次呢 啟動 他會增加 例如 我們這是 1點 就增加兩次 我們現在重新來看 我們就針對1點就好了 2點是2次 3點是1次 5點2次 所以 1256都是兩次 啊 那已經出現13次 當然不准 因為我們中間是一半才加進去 好像開始 啟動 我要出現一個1點 因為1點2次 我們來加看看找一個1點 1點有 你會發覺是出現是不是變3次了 現在變3次了 所以代表他也在累加 我們暫停一下 我們接著呢 先把這個暫停一下 好 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講 講 關於這個 剛才講的這個重置歸零 就這個地方重置歸零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你啟動你停止 那照理講都要來 來 來 我們要重做 重做的就主要就要做 讓這裡都變成0 這裡都要變成0 七十四五要變成0 這裡要變成0 好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做呢 首先就是說 我們 這裡有一個叫呼叫 sat Empty satEmpty 就設定為空白 空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 設定空白 主要是 這個副程式 我們建立的一個副程式 主要這個副程式在做什麼 就是在做 把 1到6 把清單point point就是一個正列嘛 就是它裡面的 瓜糊裡面的 子就1到6 把清單1到6 就是point1 point瓜糊2 point瓜糊3 point瓜糊4 point5 point6 一直 全部都變成0 這裡是point 這數字是1到6 所以 point1 0 point2 也是等於0 point3取代0 point4 1到point6取代0 所以這個時候執行完以後 satEmpty以後 我們的point就變成0了 就全部0了 然後你把它 印出來 印出來 接著我們就這裡可以 把它印出來 等一下 印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們這一段 這一段跟 跟這一段 從這裡 到這個地方 給各位看看 從這裡 一直到 這個地方 是 一模一樣 跟這裡是一模一樣 你會發覺 這一段跟這一段 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來 那這一段跟這個差別在哪裡 都是把point印出來 可是呢 這裡的point是當你產生亂數點數 它把它加1 例如出現1點 point1就加1 出現5點 就point 5加1 1 1 都變成0 都變成0 然後 再把count 就次數嘛 也變成0 混到 出現到標籤6這裡 也是出現到標籤6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次數變0 那標籤4這個地方 總計 所有點數都變成0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這裡做到這裡的以後 我們再來看 這時候 重新歸0 你會發覺都0 這裡也是0 64當然是一開始 沒有關係 我們開始來 停 好 兩個1 第一次 兩個1 所以你會發覺 1這裡兩次了 再啟動 停 兩個5 第二次 兩個5 我也很厲害 兩個5 第三次 停 一個5一個3 第三次 5就變成3次了 3就一次了 然後第4次 再統計起來 停 那就發覺 兩個 一個1一個4 1這裡就3次 4就一次 然後現在第4次了 好 那這節課呢 我們就 大致上講到這裡 顏色上就 這些公然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好 謝謝各位囉 那我們就 這節課就講到這裡